王凯谭松韵终于又被偶遇到合体了 这俩人看着依然是如此般配啊 松韵看起来好温柔 颇有种温婉太太的感觉 是谁还没走出难得萧婷CPR 在2022年末 谭松韵搭档王凯主演的《向风而行》 迎来大爆 剧里谭松韵饰演的女主承萧性情爽朗 对梦想更是有着自己的执着和坚定 人设上虽然有一定的争议性 但谭松韵确实把角色的特性展现了出来 和王凯对戏也丝毫没有落于下风 而这个角色也只是谭松韵演绎生涯里 最出彩的角色之一 明明演活一个成销就够厉害了 此外谭松韵还演活六个角色 每个都惊艳众人 《甄嬛传》里的一股清流纯贵人 纯贵人之所以被说是剧里的一股清流 主要就是因为在尔与我诈的后宫里 她永远能保持小女孩的天真和单纯 也和甄嬛成了好姐妹 谭松韵出演该剧的时候刚好二十岁 正是青春时期 娃娃脸更显得可爱有朝气 一双大眼睛竟显懵懂 到甄嬛的住所就大肆地吃起东西 脸上还有娇憨感 非常讨喜 而谭松韵在诠释可爱一面之时 力度拿捏准确到位 完全不会给人搅柔造作的感觉 成功将角色形象立主 等到纯贵人 因为意外知道了华飞的秘密被灭口 也是让诸多剧迷心里一梗 虽然算是个小配角 但该剧的知名度实在太高 谭松韵可能比不少剧里的主角 都令人印象深刻 最好的我们 中开朗乐观的耿耿 最好的我们 真就是校园剧迷 绝不能错过的经典了 豆瓣评分高达8.9 剧里耿耿和于怀青涩又真挚的情感 令人记忆犹新 哪怕是同系列的其他改编剧也难以超越 大家应该也难以想象 谭松韵出演耿耿的时候 已经25岁了 可是到剧里演起高中生却毫无违和感 短发造型清新可爱 头卡在护栏里和男主出狱的一幕 真就成了名场面 剧里谭松韵 也是尽情展现了角色的青春活力 几乎没有什么表演痕迹 尽可能地把角色特性诠释了出来 结局里和男主重逢 眼底的笃定和坚决 也成为了剧里的一大亮色 以家人之名 里的朝气蓬勃的李坚坚 从李坚坚的人设来说 他和耿耿是有相似之处的 但谭松韵却演出了另一种味道 因为身边有两个哥哥宠着 也算是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童年的创伤 更多地展现出了角色朝气蓬勃 却有点男孩子气的一面 完全不会有串戏的感觉 等到长大之后 李坚坚因为被第二次抛弃 眼神和状态上显得更加落寞 加上工作的摧残 让他身上的成熟和沧桑清晰了起来 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感 一眼就能看出来 谭松韵的演技进步了 而他也是凭借该角色 成功入围了白玉兰最佳女主 他为谁长船高 旋风少女 李谷林精怪的范晓莹 松韵在旋风少女里面 饰演活泼可爱的少女范晓莹 不得不说 谭松韵饰演起这类角色来的时候 真是游刃有余 所以才那么多 青春类题材的电视剧找他出演 谭松韵的确是 能演出那种少女的灵动 加上他满脸的胶原蛋白 圆嘟嘟的小脸蛋 看上去真的太甜美可爱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女孩 她有着这个年龄应有的积极乐观 明朗率直 纯真烂漫 聪明慧侠 也是白草最娇心的好朋友 范晓莹是一个有一点任性 还有一点疯狂 个性属于大大咧咧 古灵精怪的脑洞少女 与其白草沉默的性格截然相反 范晓莹性格外向 积极乐观 讲起话呱啦呱滔滔不绝 就像一个超大型的噪音制造机 一直喜欢若白并高调追求 但在发现若白和白草之间的情愫后 主动退出 没想到和一封假戏真做 成为打打闹闹的一对欢喜冤家 范晓莹又有着14岁小女孩的纯真烂漫 她喜欢睡懒觉 每天在大师兄若白发出沉练的口令时 才匆匆感到她认为每天可以和七百草一块儿上学一块儿下学 是很幸福的事 而每天要早起练功是很悲惨的事 从一开始不喜欢同桌到后来成为最好的朋友 范晓莹全心全意维护七百草 看到七百草被松摆的师兄弟欺负 她全力保护 看到七百草在实战中受伤 她比自己受伤还紧张难过 看到七百草赢了比赛 她欢呼雀跃 看到七百草为屈光雅加油 她一同为全胜道馆呐喊助威 当时就觉得 谭松韵饰演的范晓莹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个角色在那个夏天 还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锦心似玉 李金鸣干练 敢于反抗的罗十一娘 锦心似玉 这部剧里 最重要的就是女主 罗十一娘算是庶女出身 看似身在大家族 实际上主母的下人都能欺负她 但罗十一娘却用金鸣的头脑 帮着福利解决各种危机 令众人另眼相看 原本大家觉得 谭松韵一张娃娃脸 演不出那种决绝和坚定 可是她却用演技实力 改变了大家的固有印象 将角色特性跃然于纸上 这部剧的难点就在于 她和钟翰良外形上看着像妇女 而距离男女主无意间的姻缘 却成就了一段佳话 谭松韵眼神里细腻的情感流露 也成为了点睛之笔 也算是加剧了两人的CP感 请教我总监 钟自信有能力的宁萌 请教我总监 里的这位女主 算是一个成长行人社了 起初在男主手下当杯催打工人 戴上黑色的框架眼镜 做事情体贴到位 即使是累到不行 看到上司也得是一张笑脸相迎 把打工人特征还原了出来 但是谭吉当总监这一梦想的时候 女主又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 哪怕是被否定 被讽刺 脸上有尴尬和无奈 却也没有想过放弃理想 这就是她的执念 等到宁萌辞职到了新公司 从内到外发生了变化 纵然工作辛苦 眼神里却闪着别样的光彩 或许有那一瞬间的自我怀疑 也马上被她自己消化 最终成为了合格的投资总监 不是一般的励志 谭松韵也把角色的蜕变 刻画得极其妥当 《归录》里执着于初恋的归晓 热播剧《归录》里 谭松韵饰演的归晓 人设上更多的像是为了情感服务 没有那么丰满 几集看下来能感觉到 她算是个内敛文静的女生 少年时期和男主相爱 自此没有再喜欢上别人 直到和男主再度重逢 陈锋的心再次被打开 一发不可收拾 剧里涉及到了主演高中时期的镜头 而今年32岁的谭松韵 再度演起了高中生 要是换成其他同期小花 可能就会被潮装满了 但谭松韵满脸的胶原蛋白特 别可爱有灵气 完全没有违和感 等到进入职场后 女主和男主重逢的时候 眼睛里褪去了稚嫩和青涩 甚至因为她身为投资总监的职业影响 有着独特的冷静和理性 用细微的变化 演出了角色的反差感 不过和男主谈起恋爱 女主真的再度回归了 那种小女孩的娇气感 相处也是非常自然 不会太过刻意 这波景博然和谭松韵的CP 也是让人直呼磕道了 总而言之 谭松颜值和演技再现 也算是九十花里出彩的存在了 而且演戏再进步再多 每一个角色都特别有自己的特色 但她也能通过细微的差距 来演出人物的不同风格 不会让人有创戏的感觉 这就是她的一大优势了 你觉得谭松韵和王凯般配吗